在我们赞课影片开始 请同学们帮Kevin老师一个小忙 协助按一下订阅频道 那订阅频道之后呢 你就可以及时收到Kevin老师的影片通知咯 好就在右下角按下去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帮我按个赞 左边这边 当然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Kevin老师 您的任何的留言 Kevin老师都会用心的看过并回复你哦 那希望我的课程对你的日文学习有帮助 好那接着我们正课开始吧 加油 好各位虽然我们这个班级不以考试为目的 但是我们毕竟是简定班 教程里面也有大量的练习题 所以我还是要带你看一下 我们练习题在做什么 那为啥要做这练习题用意在哪里 跟各位说一声OK吗 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这些东西嘛对不对 好OK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先讲四大词性的用意在哪里吗 还记得吗 有印象吗 一定是很重要的啊 应该这样说哈 在我们中文里面没有分词性 我们中文的讲话就很直接对不对 嗯 那英文也没有分词性 可是在日文有 它分为四大词性 为什么要这样分 因为它每一句的结尾都不一样 数点OK吗 嗯 这样可以哈OK哈 好那你告诉我我们日文有哪四大词性 就是 重词啦 一行 那行 还有名词 好OK 那我们四大词性分几组 三组 三组哈 谁跟谁一组 就那行跟名词一组 对所以这两个文法是一模一样 OK吗 OK OK哈 好那我再问你哦 以我的概念好 因为我是这本书的作者 所以我有告诉你一个概念 我最喜欢哪一个词性 你知道吗 嗯 就是一行吗 为什么你知道吗 嗯 因为它最简单 呵呵 好 数点你要先理解 作者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你看这本教材 你才会懂我要表达什么 所以一行用词最简单可以吗 嗯 OK哈 那我一行用词要做肯定否定 做变化的时候 只要动哪一个字 动 嗯 我只要动哪一个字就可以做变化了 把那个一 对把那一拿掉 所以我要让你解 一行用词是我最喜欢的 OK吗 嗯 好 这样可以理解对不对 可以哦 OK好 那我要问一下 来 既然你可以理解的时候 来 我先问一下 看得懂就跟我说 看不懂没关系 来 帮我念一下告诉我中文好不好 嗯 翻出中文哦 先念日文帮我翻中文来 静ではありません 中文 嗯 不安静 不安静好 来 车站不安静怎么说 车站 嗯 车站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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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站叫 Ecky 嗯 Ecky 不是Ecky 来车站怎么念 再念一次 Ecky 好来 车站不安静 Ecky 哇 静 静 哼 哼 好 那车站安静怎么说 Ecky 哇 静 哼 好 那一问句怎么说 车站安静吗 Ecky 嗯 嗯 家 不是你来 你听我说 你帮我说 车站很安静吗 车站很安静吗 怎么说 E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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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嗯哼 Cuzik 静 Cuzik Deska 就是这样子而已 OK吗 嗯 姐你一般我希望让你能够说 也能够能够表达 这样可以 OK 好来 那你再告诉我 伊朗很安静怎么讲 伊朗 嗯 伊朗 伊朗 瓦斯斯卡 Cuzik 就是这样子 注意看一下 这个表就告诉你 当我肯定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问 有没有 嗯 当我否定要怎么加 当我过去是要怎么加 这样素典OK吗 嗯 知道 OK素典谢谢你 谢谢 OK 好来 再来我问个同学一下 来 苏青来 苏青可以帮我开个麦克风吗 苏青 苏青好像都不开麦克风了 对不对 啊 那我很想跟你聊天 耶 好那没办法就没办法 来 丽娟来 丽娟在吗 对 好来 嗯 哦哈佑 哦哈佑 哈哈哈哈 好 来 你帮我念一下这个好不好 日文来 巴德的生活文明ではありません 中文 中文 巴德的生活 不便 不方便 不方便 过去是我们不用理他 OK吗 嗯 可以哦 我可以不理他哦 好 第八句帮我念一下来 嗯 台下の仕事は 今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好 今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什么意思 嗯 就是 不 不忙 这么多字 你只给我两个字而已哦 不嫌啊 不是啦 不管是不忙不嫌 都不是我要的 这么长一句话 你只给我两个字 公司 公司的工作 嗯 不嫌 不嫌嘛 来不嫌改很忙 可不可以 嗯 可以 可以哦 你不要省工省成这样子 这么一大串 你只给我两个字 这样不ok 可以哦 好 好 来 那这个我们稍微跳一下 来 我们的一形容词 我相信这个不难嘛 对不对 嗯 好来 我来念你帮我改否定好不好 来 大きいです 中文 中文 好来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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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ok 来 新多 Nancy 新的不是新的 可以齁 好 來 車子是新的嗎 怎麼說 車子是新的嗎 好 車子不是新的嗎 怎麼說 車子是新的嗎 好可以齁 來 今天的天氣很好 天氣 今天的天氣很好 來 今日は 今日の天氣は いいです 好 今天天氣不好 今日は 今日の天氣は よくないです そう OK嗎 好 那我講一句日文 你看你可不可以聽得懂 あなたはよくないです よくないです あなたはよくないです 不要重複我講的話 請幫我翻成中文 翻成中文 我 あなた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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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嗎 你不要緊張 你聽我 你不要再翻課本 你不要再翻課本 あなたはよくないです 來 請告訴我 什麼意思 你不好嗎 就是你不好 沒有媽拿掉 不好 你不好 來 你不好 可以翻成你很糟糕 可不可以 來 今天天氣很糟糕 怎麼說 今天的天氣很糟糕 天氣很糟糕 好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了 可以 好OK 好來 謝謝你 OK可以 好 那我往下走一下 來 這個我們就不講了 來 那我請一下那個 美靜來美靜在嗎 美靜第一個 幫我唸一下好不好 日文麻煩你 日本是寒暖的 中文 日本很冷 過去是不理他 好 第二個來幫我唸一下 來 工作很忙 中文 工作很忙 好來 我加一個字 美靜我加一個字 叫做最近 最近 最近喔 好 美靜山 最近工作很忙 最近工作很忙 來 請你 沒有 你回答我 不要幫我翻譯 我再問你一次喔 美靜山 最近工作很忙 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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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用肯定句回我 也沒有錯啦 因為我問你過去是 你工作忙嗎 是可能問你前幾天 前一陣子吧 對不對 好 那你回答我忙忙 也沒問題 代表那個忙 延續到現在 OK嗎 好 可以喔 好OK 來 來那我問一下喔 來幫我 唸一下 這一句 告訴我中文 來 工作忙忙忙忙忙 不好唸 忙忙忙忙忙 怎麼翻譯來 工作不忙 對 過去事都不要理他 不管在日 動詞 名詞 形容詞都不管他 因為我們中文沒有過去的忙碌 我們沒有這樣講法 好來 這個再幫我唸一次告訴我中文 日本は寒くなかったです 中文 日本不難 好 那我問你喔 最近日本の天気は寒いですか 最近日本の天気は寒いですか 私はわかりませんです 哈哈 沒有わかりませんです 沒有那個わかりませんです 好 你注意看喔 你剛才回答很可愛喔 わかりませんです 有沒有 我不知道啊 好 那那那那 這句話文法是錯的 你知道嗎 嗯 你知道哪裡錯嗎 嗯 我 我不知道 我把 我ません沒有講出來 你ません講出來了 然後你多了一個です 你有沒有發現到 嗯 好 那你注意看喔 四大詞性就是要告訴你避免這個問題 注意看喔 嗯 我先問你喔 わかりません 屬於哪一種詞性 わかりません 就是形容詞 你怎麼知道它是形容詞 你怎麼判斷的 わかり わかり 沒有 你先回答我 那個美晶 你怎麼判斷它是形容詞 你的判斷方式在哪裡 不知道 欸不知道 你是用猜的還是用看的 你告訴我 我是用猜的 好 那你用中文的方式猜對不對 對對對 好 所以你的中文跟我一樣中文都不好 我們台灣人中文沒有一個好的 因為我們沒有學過文法 嗯 那誰的中文好你知道嗎 啊 外國人 好 那回到我的日文 我現在是要問你日文 不是要問你中文嘛 對不對 所以 你要用日文的方式去判斷 世大哲信 我們第一堂課有教你怎麼判斷 什麼叫動詞 什麼叫動詞 動詞 動詞 嗯 有媽的才是動詞 嗯 這樣OK嗎 嗯 對 所以這個有沒有媽 有沒有媽 有有媽 所以它是動詞 所以動詞的否定用什麼 啊 所以不可能加des 嘛 哦對 好 所以讓你理解說你講日文之後 就不會弄錯了 嗯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講 嗯 我不知道怎麼說 啊 我不知道日文怎麼說 啊 我不知道日文怎麼說 對 所以不要加des OK嗎 嗯 OK 我不知道 這個OK 這個沒問題 那我們用常理派一下 美晉現在是熱 所以日本是冷還是熱 嗯 是熱的 熱的嘛 好 來 熱的 對 欸等等慢慢來 我要問 等一下 你不要急你不要急 我先問你你再回答我齁 好 來美晉さん 最近日本の天気は寒いですか 日本 最近日本は暑いです 暑いです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 謝謝美晉謝謝OK 可以齁 好來各位 這個就是我們上禮拜所講的齁 再講一次 我們中文不存在形容詞過去式 也不存在名詞過去式 那因為這個會有矛盾 當你看到日文出現過去式的時候 不要去翻譯它 你只要翻譯肯定跟否定 這樣就好了 其他我們不用去理它 OK嗎 可以齁 好 再接下來我們今天要帶各位 做這個文法的練習齁 好 來那個 來何瑞 何瑞早安 何瑞在嗎 對 好 何瑞我們這個是 雖然是檢定班以繪畫為主 但還是要講一些考題 因為考試嘛對不對 還 好 何瑞你以前在考試的時候 拿到題目 你是先看題目之後再看答案對不對 對 好我相信 因為何瑞也是在學校之前當 欸 退休了嘛對不對 對 好那以前你在課堂上教學生 都是先看題目再看答案對不對 嗯 那我這邊方式跟你完全相反 不要先看題目先看答案 因為齁 呃 我這個理論就是 你要先知道答案是什麼 才知道題目在考什麼 然後我最近在教我女兒看 國小的閱讀測驗 我問你一個問題齁 就是她看閱讀測驗才小一而已 她看了文章之後 又去看題目 只要說爸爸我看不懂 問題在問什麼 她又跑回去看一下文章內容 這樣你會發現她讀了兩次原文 是 浪費了時間 那我跟她說 欸你先看一下你的選擇題的問題在問什麼 你再去看本文你會比較清楚 她說不行 老師教的只能先從前面開始看 好那所以我現在顛覆你們 因為我有發現不管大人小孩都有這個問題是 文章看了文章再看題目 題目看不懂又跑回去看一次了 好那 我們考試一下是時間很重啊對不對 那你要先看題目在考你什麼 你才知道你要怎麼應對它 所以我們先看題目 你有沒有發現 應該是我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考試的時候呢 她的題目啊 答案啊 都會顯示同一種屬性 就是我們四大十線的屬性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考的是 一形容詞 一形 那我怎麼判斷齁 先看第一個屁股這邊有一 有嘛對不對 對 再來有沒有發現她後面有一個枯 有看到嗎 是 好我再講完整一點齁 怎麼判斷 題目我們拿來的時候 如果是一樣的東西就不要看了 因為一樣東西四個都有 它就是不是要你看那樣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 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 這樣OK嗎 OK 好 所以我的第一題告訴我 屁股有個1 所以我當然假設它是1型容詞 那第二個它屁股有枯 枯代表什麼概念 我再開一個答案出來 我再開一個答案出來 這個好了 你注意看我的四大十線這個表 這個表裡面唯一有枯的是誰 1型下面的現在否定 對 只有1型容詞做變化的時候才會出現枯 其他都沒有枯 所以 因此我知道 這個也是考為1型容詞 那假設我們對單字夠熟悉 看到這個字就知道1型容詞 那是最好的 OK嗎 好 那你會發現第二個後面什麼都沒有 好那不管它 第四個 這個是錯誤的 你有發現它後面接一個DEWA 有 DEWA是誰專用的 那型跟名詞 是的 所以那型跟名詞專用的 透過這樣理解 用題目來做的時候 你對四大詞性 你會懂 原來1型容詞屁股後面不能接 DEWA OK嗎 所以這樣基本概念之後 我的4基本上是錯的 所以我可以知道它是考我1型容詞 這樣OK嗎 OK 好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考試我會教你一些陶甲波的方式 下影線前面如果有住詞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你 住詞前面的文法跟後面會完全不相關 也就是住詞就是一個馬路 把路分成兩段 所以前面不影響文法 我只要看後面就好了 那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 有 好也就是說 我們的1型容詞後面沒有接DES 後面沒有接DES的情況下 代表1是需要做變化的 再看一下我們的那張表 嗯 我只有在接DES的時候 才會把1型容詞完整的放上去 那如果它是接否定以外的東西 就是肯定以外的東西的話 它的1都要去掉 它的1都是要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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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OK嗎 OK 所以我們這個題目呢 有後面有加ARRIMASEN 所以有1的也不是答案 剩下誰可以用 2跟3 2跟3 那我們這個文法就有交到 去1加KUARRIMASEN 是我們的古代文法 在這邊有提到齁 在我們第四頁這邊有提到 1型容詞的古代文法 去掉1加KUARRIMASEN 有看到嗎 有 所以我們透過題目的練習 可以讓你增加你對文法的理解 所以我這個答案就變成是誰 2 好 那你能幫我唸這個題目一下嗎 弟弟的房子不大 中文什麼意思 弟弟的房子不大 好 這個不是房子 房間 對 房間是房間 這樣OK嗎 可以 那我問一下 何瑞さんの房間は広いですか いいえ 私の房間は広くありません 広くありません 古代用法對不對 那 他們說的古代用法 有點像是文言文的概念 那如果現代日文 應該怎麼回答我 私の部屋は広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怎麼會加ではありません呢 有沒有 對對對 sorry 広くないです 広くないです 這樣OK嗎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那你看我的第二題 我們把題目遮起來 按照剛剛的理論 我把一樣的先注意看一下 韓對不對 韓 韓基本上就是一形容詞 對吧 可以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一流者有沒有發現 有 一流者後面只能接什麼 只能接です 這次 所以 一跟二是怎樣 就刪掉了 就錯掉了 OK嗎 可以 沒問題 好 那再來 再來看第三個 你有沒有發現它有兩個枯 嗯 在我們的一形容詞裡面 只會出現一個枯 沒有看過這樣 只有一個枯 所以三是錯的 所以答案是哪一個 是 所以我連題目都不用看 我就可以把答案找出來了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增加你對四大磁性變化的理解 OK嗎 了解 這樣OK嗎 所以第四個答案幫我唸一下 來 昨天 第四個答案就好了 第四個來 好 寒くなかったです 中文 嗯 不冷 不冷 好來 幫我放進去幫我唸一下 來 昨天不冷 昨天不冷 就這樣子而已 OK嗎 好 來謝謝何睿 謝謝OK 好 來那我問一下來 巨峰來 巨峰 巨峰在嗎 在 好 巨峰上 昨天天天天寒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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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天天天天寒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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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 來,我現在告訴你 簡單這個詞是NAS形容詞,可以嗎? 可以 好,那不懂沒關係,我現在告訴你,它就NAS形容詞 所以哪些答案是錯的,你知道嗎? 第三個,有加Q的 那24為什麼不是錯的? 24,那個NAS形可以加... 有Q,有Q 有Q就全錯了,你懂意思嗎? 是是是 所以答案是哪一個? 1 對,這樣OK嗎? OK 好,來,幫我答案放進去之後,幫我唸一下好嗎?來 漢字の... テスト テ、テ、テスト 漢字のテストは簡単... 簡単でした 中文什麼意思呢? 漢字... 的,沒關係,的什麼? テスト テスト是什麼? 考試 對對對,漢字的考試 嗯,怎樣? 簡單 對,你要記住喔 呃,形容詞的過去式跟我們沒有關係好嗎? 好 形容詞的過去式跟我們一點關係沒有 我們只要把過去式拿掉就是我們的正確翻譯,這樣OK嗎? OK 好,這樣剛剛可以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齁,OK,好,來往下看一下齁,再來齁齁 好,來,第四個我把它遮起來齁 來,Sizuka 不是E形容詞 所以哪些答案是錯的? Sizuka 為什麼第三個?你把正確的留下來了 為什麼第三個? 是不是答案? 因為... 來,第三個是答案 第三個是答案 是啊 來,我再問你齁 那個有哭啊 欸,有哭的不是答案嘛,對不對 是 來,那誰有哭? 第二個 第二個而已,真的假的 不是啊,那個有哭啊 只有二而已嗎? 那個第一個也有啊 對啊,所以你按照順序跟我講嘛 對嘛,你不能這樣跳 你愛跟我講,不能只有二 你會說啊,一跟二都是可以齁 好,來,我讓我再給你看一下齁 再看一樣東西齁 巨峰我問你,我最喜歡哪個詞性? E形容詞 為什麼你知道嗎? 簡單 因為它只要拿掉E就可以變化了 它變化的時候就拿掉E,OK齁 好,注意喔 只有一形容詞會有哭的變化 也只有一形容詞會有cutta的變化 OK 有看到嗎? OK 好,來再告訴你一次 Sizca不是一形容詞 所以Sizca是哪形容詞 哪些變化是錯誤的,請告訴我 哪形容詞 其實在 你只是把剛剛的東西再告訴我一次 然後我需要你用你的 不能有哭啦 不能有哭啦 所以誰不是答案來 1跟2 好,那4可不可以? 4 4不可以 剛剛我有告訴你E形容詞裡面才會有cutta,有沒有 是 有嗎 有 所以4可以當答案嗎 不可以 不可以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理解 好,所以答案是哪一個 第三個 好 來,那3這個 這個是基礎日文 我會認為你應該懂喔 但我擔心你不懂 我還是在提起一次 ではありません的口語化 叫做 じゃありません 可以嗎 可以 じゃありません齁 所以第三個是對的喔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來,謝謝你 OK 謝謝 來,我們問一下來 Roger來,Roger在嗎 Roger可以講話嗎 聽到 好 Roger剛剛解釋可不可以理解 了解 好,那我把第五題遮起來 來,請問他靠你什麼樣的詞性 你可以判斷的出來嗎 嗯 一請問詞 嗯,你怎麼判斷的 嗯 好吃 嗯,好吃齁 好 好,那哪些不是答案 請告訴我 嗯 第二個不是 為什麼第二個不是 那第一個是 為什麼 じゃありません じゃありません 不對齁 來,一跟二都是不對的 對 你知道為什麼 拉行十分 很好 來,再教你更簡單齁 我的一只要留著 後面只能接什麼 對 是的 那就簡單多了 就不用思考了 OK嗎 對 好 那剩下三跟四來 三是答案我不管它 我要問一下四為什麼錯掉 嗯 是問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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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再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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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注意看哦 我們 對 我們的一形容詞 有一個很好理解的 除了 哭是它的 咖啡是它的 還有一個 屁股的結尾永遠是什麼 是的 所以 我只要理解這概念 回到題目來 我只要大家考我一形容詞 只要屁股不是對詞就化掉了 就不用思考太多 OK嗎 了解 這樣可以齁 好 好 來 那幫我放進來 幫我把答案唸一下 告訴我中文好嗎 麻煩你 嗯 嗯 那個料理 日文幫我唸一下 來 あの料理は おいしかったです 不是おいし 是要拿掉 那邊短音 おいし おいしかったです 中文 那個料理很美味 很好吃不叫美味 很很好吃 我們中文不叫美味 就說好吃 可以齁 所以過去是不用理它喔 可以齁 好 來第五個來 請問它考你什麼詞性 那形容詞 對 其他一個我有特別說過 它是那形容詞 不是一形容詞 對不對 好 所以哪些不是答案 所以 第一個不對 很好 第一個不對 還有呢 第四個不對 第四個不對 為什麼很棒 為什麼你知道一根是 對 酷是一形容專用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喔 好 では後面要接什麼才是對的 ありません 很好 ではではありません對不對 好 那你知道 嫌いな後面接什麼才是正確的 這個我沒有交 我不知道說 Roger之前有學過嗎 以前學過很久 十年前早就忘光了 好 忘光沒關係 等一下我會交到這個地方 這裡再加名詞 OK嗎 了解 好 在講之後 不看題目看答案 就是要讓你把四大詞性 在心裡面能夠理解 但它不需要背 就是看一個題目判斷一次 看一個題目判斷一次 你大概判斷三四次之後 這四大詞性的邏輯 就在你腦袋會形成起來 OK嗎 好的 好來 所以我的答案是二嘛 對不對 來幫我唸一下日文好嗎 麻煩你 我用手機啊 你用手機喔 平板連不進去 等一下下課再請教你平板 等一下你平板連不進去 上次我們說過好像是不是 你網路沒有連進去對不對 有啊 上次有連過 後來有連過 沒有 我意思是說 你現在的iPad要有網路才可以連 因為上次我都 有啊 有 那應該點去去都沒有 應該沒有問題才對 對對對 對對對 好沒關係 來 那我放 請小心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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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好記住喔 挖前面一定要先翻譯 這是絕對的 挖前面一定要先翻 來 所以怎麼翻譯 嗯 討厭洗東西 好 所以你剛剛沒把我的話聽到 我再告訴你一次 挖前面一定要先翻 不可以違背這個原則 所以 選擇窟要先翻 選擇窟Roger知道什麼意思嗎 不了解 選擇窟叫做洗衣服 洗衣服 不喜歡 對不喜歡 不對 洗衣服 不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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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討厭還是喜歡 討厭 討厭的否定 要翻成不討厭 可以嗎 洗衣服不討厭 對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再問Roger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你注意聽齁 洗衣服只能洗什麼 洗衣服 嗯 只能洗什麼 這個字叫洗衣服 只能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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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可以洗頭嗎 不可以洗頭 也不能洗手喔 OK嗎 所以Sentaku就是洗衣服 什麼叫衣服 統稱就叫衣服 這樣可以嗎 了解 好OK 謝謝Roger 謝謝OK 好 再來第七題 我請一下 Ruby來 Ruby在嗎 好 Ruby在嗎 Ruby好小聲喔 聽不到你的聲音了 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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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可以嗎 Ruby你聲音超級小聲的 你靠近 你現在調大了耶 有嗎 喔 那個跟你調大沒有 這樣OKOK 那個跟你調大沒有關係 跟你遠近有關係 OK好 我那個麥克風稍微拉近 好OK沒關係 好Ruby那 剛剛講解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好 那我把題目遮起來喔 請你告訴我 他考你什麼詞性 這個是考 一形容詞很好 哪些不是答案 你能告訴我嗎 三是少不是 為什麼三不是 沒錯 為什麼 因為那個有 如果有 就是過去式的話 不能 就是把它 應該怎麼講 對把它講清楚 一形的 那個過去式的話 是要去一 然後用看檔 是的沒有錯 呃 你的理解 就來到八層 甚至九層 OK嗎 嗯 所以當你在自己看 課本的時候 我可以接一個方式 看這個題目 我們不要安靜做 拿出來說 為什麼一是對的 二是對的 三是錯的 我要講出來 這樣OK嗎 好 那你注意看一下喔 我現在教你一個很投機的解題方式 好 我一二四都是對的 沒錯吧對不對 嗯 好你注意看喔 一跟二一定不是答案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兩個答案一樣 一樣的答案 哦 一樣的答案 所以答案只會剩下四 我可以這樣大膽告訴你 題目一定是這樣設計的 那這個是我對題目解題的理解程度 就是 再講一次 一跟右一都是答案 對不對 所以我選一一定要選二嘛 對不對 嗯 所以一跟二絕對不是答案 那一定要選四 四 但是它是跟一跟二差在哪裡你知道嗎 嗯 過去跟現在 對 所以我的題目裡面一定要有個過去式 它的答案才會成立 你懂我意思嗎 對 所以我只要注意 題目有沒有過去式 答案就一定是四 OK嗎 好 請問題目有過去式嗎 有 前面的昨天 對 昨天 昨天 好 那幫我把答案放進去幫我唸一下好嗎 來 天氣はよかったです 天氣はよかったです 好 天氣はよかったです 嗯 好 來 那中文什麼意思 昨天天氣很好 昨天天氣很好 好 不錯齁 來 謝謝Ruby OK 好 來各位 這就是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我會教你的解題方式齁 不要看題目 直接看答案 OK嗎 好 那我再問一下同學齁 下面的這個從組來有沒有同學 不會寫的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